在斗罗大陆最新剧情中,加灵关第二波战斗已经开始,战斗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局面,手持海神三叉戟的唐三傲视天下,除了绝世斗罗比比东,在场的所有封号斗罗无一人可倒。 最近几集攻破加灵关,全靠唐三用三叉戟砸墙,就算唐三砸开了加灵关的城门,但城门前还有一道护城河,接下来的剧情就是剑斗罗十三剑斩断护城河。 唐三控水淹没加灵关,与比比东再次展开大战,唐三将比比东打得节节败退之时,从加灵关后方传来一阵巨大威压,顿时吓得唐三一机灵,他赶忙用精神力探测,这不探不知道,一探吓一跳,好家伙,竟然有六名实力不在他之下的强者,并且身后还有数千名由魂斗罗组成的魂师军团。 唐三之前预料到五魂殿会有增援,但没想到来者竟如此强大。 唐三意识到对方乃是五魂殿的供奉,一旦他们抵达加灵关,战局随时都有可能被逆转。 唐三不敢再过多犹豫,他只想尽快将比比东斩杀,这样就算供奉来了也晚了。 说是迟,那是快,唐三挥舞着三叉戟猛地朝比比东射去。 危急关头,一只狐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过来,将比比东叼走了,而狐狸右臂也被三叉戟瞬间贯穿。 望着越来越近的威压,唐三顾不得再次向比比东发起攻击,连忙下令撤退,但还是晚了一步,两道身影从嘉陵关城头一跃而下,挡在了唐三前面的来者。 正是96级千军斗罗和97级降魔斗罗,两兄弟望着93级的唐三一脸震惊,他们不敢相信比比东会被这小子击败,随即两人瞬间释放魂环,众声喊道。 轮回经天骄龙几变,正是二人的五魂融合剂,如果说举鬼斗罗的融合剂是第一控制,那这两兄弟的就是第一攻击,两人一旦融合,就算是天使斗罗也难以抵挡。 仅一个回合,唐三便被打得蓝色液体喷口而出,唐三不敢再有所保留,瞬间用出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魂骨技能,两大十万年魂骨技能,瞬间将千军斗罗,降魔斗罗震飞了出去。 就在唐三以为还有胜算时,突然又一位老者从嘉陵关城头赶了过来,这下唐三真的害怕了,因为他从这位老者身上感受到了绝世斗罗的气息,没错,正是黄金鳄与王金鳄斗罗。 金鳄望着唐三一脸的不屑道,区区93级封号斗罗竟如此强横,看来留不得你。 就在金鳄挥动身后,巨大的鳄尾砸向唐三时,一顶浩天锤飞了过来。 瞬间将鳄鱼尾砸了回去,金鳄斗罗猛逼道,来者何人? 浩天宗唐浩,就在这时,唐浩带领100名浩天宗弟子加入了战斗,大家期待的唐浩大战金鳄斗罗的名场面终于到来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栗斗罗猛